经济爆布,南欧三国恐爆军事政变 希腊,西班牙和葡萄牙负债严重 虽然欧盟提供超过7500亿港元给希腊 另外7万亿港元援助基金 可以随时援助西班牙和葡萄牙 但欧委会主席巴罗佐警告 这三个国家再不推行紧缩政策减债 利率飙升,政府无钱,公共服务崩溃 到时就可能引起民怨 触发军事政变或民变 民主政制就会瓦解 这三个国家都有军事政变和独裁先例 直到70年代才开始走向民主 曾经做过葡萄牙总理的巴罗佐 证明欧盟高层担心欧洲债务再扩大 不单止令欧元解体 再有可能令欧盟瓦解 继希腊之后,西班牙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煲价欧主国 除了欠债严重,地产泡沫爆破令银行出现坏涨危机 银行和公司出现信贷融资困难 西班牙在欧元区16国当中规模排第四 占欧元区总经济生产价11% 国西班牙爆煲对欧元区的震荡会很大 希腊国债跌到垃圾评级 但中国反而决定用几十亿欧元 投资希腊港口、机场、电信和其他后勤设施 作为进冠欧洲的踏板